各位姐友,我是丁哥 前几天,有个酒友问我 丁哥,你的酒算不算茅台挣到正酒 这个正酒代表啥意思呢?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酒肯定是算茅台挣到正酒 按照以前的说法,除了茅台皆为正酒 现在又增加了两三个品牌 什么国胎钓一台等 除了茅台钓一台国胎都叫正酒 那正酒里面有没有好酒呢? 这个前国,中国的酒友 中国的人喜欢酱香 但是能喝上两千三千块钱一瓶的酒 一两千块钱一瓶的酒友 它经济实力还是有限的 这是一少部分 还有很多普通的酒民 它需要一部分品牌实力弱的 酒制比较好的 所以说茅台挣现在有排着的酒厂是上千家 大的酒厂一年销量也是十几个亿,二十个亿 就是正酒,我们所说的正酒的地方酒厂 也是一二十个亿的销量 所以这个销量是不可小事的 而且茅台镇有很多小酒 很多地方酒,很出名的,很好的酒 像咱们去茅台镇 茅台地方上的朋友接待我们的酒 基本上都是矿泉水瓶子装的 或者是一个光片瓶子里面装的酒 而且酒都非常好,非常好喝 还有我再讲聊一聊 市面上打着很多非天口感 很多非天口感的酒卖三千块钱一瓶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呢?用五年以上了 昆沙酒加上老酒 这个老酒是什么呢? 秋石葱,市面上去回收的茅台的老酒 非天老酒,五星老酒 九几年了,零几年了 按照千分比或者万分比百分比的情况 添加进去 这个酒就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非天的口感 但这种酒也不便宜啊 在圈里面加个包装 圈那一点一卖都是上千言一心的 有的朋友问我像这样的症酒能不能买 我觉得它只要是真二八斤的酒厂的酒 是昆沙酒加老酒调的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能不能买 价格高低是你个人喜欢的原因 你认不认可的问题啊 然后毛铃镇有很多症酒 非常好 这就需要咱们擦亮眼睛 用咱们的舌头慢慢去寻找 把它找出来 这些症酒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可能是两三百亿斤 可能是一百万块钱 可能是五百万块钱 但是它的性价比很高 口感非常不错 所以需要我们去 心心灭蜜蜜 招好酒啊 好 下次我邀请酒肉 我们一起去毛铃镇 招好酒 关注文科 了解白酒